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聊一聊 台海问题 就是 中共对台动武的一些战义和战术手段 我得到了一个 消息 也符合 常理 以前在部队的时候 在海军的时候 也经常的遇到过这种情况 我经过河石 八九不离石 但是你说具体的 文件什么的我没有拿到 但是我得到这个消息是 很靠谱的 我今天跟大家讲一讲这个 这个方面 中共的 战略战役和战术三个层次 分得非常清楚 战略层次在这个 军事科学院 国防大学 包括 军委总部 他们是制定战略 军事战略反正的 就是 打不打台湾 什么时候打 是吧 打到什么程度 战争的规模 这些呢是战略层次 包括 这个国际上的一些 事件的处理 战争爆发以后 是外交方面 其他方面的处理 这属于 军委 国防大学 军事科学院 这一块 制定的 方针 这叫战略 叫方针 那第2个层次呢 就是 各军兵中 要制定 战役方针 战役 以前呢 比如说我们现在就拿台湾来说 要打台湾来说 首先要在各军兵中 进行战役研讨 舰队 那个舰队和军区空军以上 他都有战役 就是军事训练部门有个战役科 那么海司 空司 都有 这个 战役处 他是进行战役研究的 就这个战怎么打 这战役 就是对台的这种作战 是一个战役 那我得到消息就是 大概也有 小半年了 目前呢 各军区 各大各军兵中 包括 空军学院海军学院 包括一些指挥学院 属于各军种的指挥学院 都在研讨一个 战役科技 就怎么打台湾 那这个消息呢 我得到的呢 就是 好像以前跟大家也透露过 中共对台作战 他不是说全面的在 台湾岛登陆 他基本上已经确定了 首先占领台北 甚至高雄 南北脸头占领以后 巩固根据地 特别是在台北 他占领以后 他会进行政治运作 你比如说 扶植一些亲共的人 成立这个临时政府 说是台人制台 他们 花招多 然后 给台湾一些优惠 然后在经济上扶植 隆隆人心 台北很重要 台北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台北拉下 台湾倒拉下一半了 那么 高雄也是台湾的 应该说是 很重要的 应该说 第二重要的城市了吧 除掉首都台北 那么 那么拿下以后 巩固根据地以后 慢慢的向中间合楼 他们的 在研讨的这个 战役手段方面 现在 基本上是 这种情况 这个消息很可靠 因为 晚常的中共的这个 发动一场战争的话 都要进行 这个 战役研究 我也曾经 在海军的时候 也给 战役部门写过一些 这个 方案和策划和建议 在海军学院学习的时候 论文也是 写过这些东西 因为他一旦 中共要对谁动手的时候 有个战略意图下来以后 就 战役的研究就开始了 那么这个战役研究 一旦 研究完了以后 他会汇编一个小册子 比如说 武统台湾 比如说海军 水面舰艇 航空兵 陆战队 兵力使用 这个战役手段 建议书 他汇成一个小册子 然后 这个 具体的 因为 一直以来这个战役部门 这个属于 训练部门 一个部 训练部的 军军部的一个部门 战役部门 按道理说呢 是应该是作战部门的 但是呢 他放在训练部门 因为 战役 主要的还是靠近 通过训练才能达到战役目的 战术手段 那现在 正在研究这个东西 这个论文 很快就会出来了 这个有一个论文机 这方面 但这个论文机属于 他不属于绝密的绝密的是作战计划 战役呢还是存在研讨的过程中他属于机密 机密很高了机密上面就是绝密了 那么这个这个 相信这个 战役研究这个课题呢 很快就成型 具体什么时候 不清楚 不知道 但这个战役课题形成以后 我想 我们是 会有一些渠道 得到印证的 这是战役层次的 那么从战术层次的 就战役层次的他还有一个东西就是 通过 这个战役课题研究出来以后各部队 特别是军下的 军师团旅这一块的 要进行设施的话 他就要 按照这个战役的这个 理论去指导 特别是 隐习 那现在大家要看我要印证这个战役的 理论 那么现在他们的隐习 基本上也是按照这个战役的这个理论来设施的 你比如说 波海隐习 夺取台北 有两个地方 一个是叫什么新北 还有一个叫基隆 这两块都有港 而且 大限的港口 那个 陆战队在其他的这个 外面登陆没有多大用处 因为台湾岛的30度 他占领的港口以后呢 他大型的装备 可以从港口上来 打这种战争 必须要 大型的设备 坦克 火炮啊 很多的 包括一些 防空导弹都要上来 因为你占领 上了岛以后 也存在防空问题啊 美军在上面 飞机过来了 你得有 还手啊 对吧 所以说 现代的这个登陆作战 不像过去什么 罗曼迪啊 人 风云上来就行了 现在 必须要大型的武器上来 这个大型的武器上来 就得 占领港口 所以现在看 博海 隐熙 是以 潭山港 为背景 他们在引连 都去港口 对吧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 最近呢 我也发现 这个 福建的73军 也在组织 登陆演习 他现在的登陆演习 也许他没有 对港口进行 假想敌 但是呢 他现在演练的是 初步的战术手段 你比如说 坦克车啊 什么专家 什么什么专家车 什么气垫床 怎么样去操作 我相信 在对台动作的 前期要准备的话 包括这个南部战区 东部战区 都会选择 港口 这一块 来演练在港口登陆 港口呢 当然 占领起来 也不是很容易 占领港口 它的方法很多 你像那个新北 你像那个高雄 他这块很有 有很多机场 就是台湾的很多高速公路啊 都是 沿着这个 台湾岛的这个海岸线 部署的 尤其是在港口这一块 它交通很发达 所以航空兵 包括 罗战旅的 空中机动机动营 直升机的G20 甚至包括 运20 他都可以 在机场 特别甚至在这个高速公路上排架 他一下来以后这个 坦克 转甲车就下摆了 那个用20可以运两辆这个轻型坦克 啊 所以是这个这个动向呢 应该引起 台湾方面的重视 过去我我看台湾好像在 他 在这个 台湾岛的周围都部署了 防止登陆 他这个 你在那个 不重要的地方部署 他也许会小分队会上来 他小分队可以上来 但是 没有用 他 他唐克斯开不上来 他七天船冲不上来 所以他现在抢唐的目的是要 将这个重型武器扔上来 所以 应该在港口方面 加强部署 他们现在 对台的 对台北的动手这个计划基本上确定了 台北高雄 就是这个战役 科技的研讨 以攻占台北 包括高雄 最最主要的目的 那刚才讲了这些东西啊 现在很多人关心 包括网上也在宣扬什么时候打 讲的有别的有脸 但这个时间没办法确定 我讲是 三年内 中共好像没这个能力 武器装备和 部队都没到位 什么时候到位 最快一定三年 但是不排除这中间 中共还会做一些其他动作 特别是 军事封锁台湾 他在对台动武登陆台湾岛之前 他必须要经过长时间的对台的对台湾的军事封锁 这个 这个手段 肯定要设施 86年 封台预案是 大概是80年代中期制定的 这个 成为 这个 进攻台湾前 登陆台湾岛 比如说我说三年以后 三年 就这一段时间的最主要的对台的军事手段 那就是封锁台湾 现在讲过多少回 封锁台湾 导致台湾经济崩溃 台湾两头在外嘛 然后 逼迫台湾 投降 就是什么 讲直观的就是投降 但是目前共产党的 一线天开 这个 兵无常事 水无常行 我们讲的三年 不能 大家不能说 这三年就没事了 就睡大觉了 不是这样的 三年很短 建功的 建功的方面在准备 防守的方面也要准备 有备无患 你真的是搞不清楚 还有的人说三个月就干了 还有的讲的有鼻子有眼就是 在台 台湾什么 双十国庆 就得动手 你现在从中共的这些 表态 一些动作来看好像就是上雨越来了 就要动手了 你们也不要听他瞎唬 是吧 他越是瞎唬 他说不定就是越没准备好 真的要动手了 他不会这么说的 这是 我了解到 中共现在 进行的 对台动武的 仗义理论研究 得到的信息 这个信息 我可以说很口号 不相信你们等着看 我 我 披露不了这个 具体的细节 内容 但是 会有人披露 这个东西他保密保不住 他进行这个战役研究呢 他的这个范围很广 你包括 会是 你说这个 各大军种的机关战役处研究的你得不到 那么 军种的指挥学院 他这个研究的时候他可能会 发到这个 学员这一块 写论文 我们 我当时在海军学院学习的时候也写过这方面的 我我记得我写的这个论文叫 怎么打美国航母 那个那个论文里面 千七百怪的 难道也没什么招 大家 就是你你认为是什么样就什么样吧 什么手段和什么潜艇 包括还有的说搞这个渔网 是吧 什么都有 就是说 这个战役研究 内容 因为他要祭司管役呀 保密保不住的 很快就会出来 只要他一定搞 一出来 我们得到这个信息的 机会很多 他虽然作为一个 战役研究的课题 他也有密集 那么海空军这些机关 军种机关研讨的东西就比较详细了 那在院校 研究的 那就是 集司管役 大家有什么基因发表什么 但是 能透露 他的这个 课题的 实际内容 台湾呢 应该说 就习近平 在位 他就是把台湾 占领台湾作为他一生的最后的一个 愿望 他已经什么都没有了 那我现在也越来越感觉到 这个细胞子呢 会发疯 会的 那不怕他发疯 他会打台湾 但是呢他打不赢 也许他 他会给台湾人民 包括中国人民造成 更大的灾难 就像 就像这一次这个 疫情一样 给全世界造成灾难 其实他应该也知道啊 这么大疫情来了以后 他为了维稳 维稳什么目的 也就巩固他们共产党的政权 他不在乎你死多少人 维稳 那打台湾也是的 他为了达到他个人的这个 野心 这个 显示自己的叫什么 共产党喜欢叫什么 叫 政绩 他一个县长要把县里面搞得 飘飘来的 有政绩 他不管这个 老百姓死活 我记得 那个 合肥是一个市委书记 叫什么家伙 孙金龙吧 那过去是 共产党中央的 一个青年 主席 曾经当过胡锦涛的这个 秘书 他下放到 合肥来 来了以后不管 三七二十一 大撤 撤围 就是伪战建筑 拆得一塌糊涂 漂亮 是漂亮 合肥是很漂亮 怨声载道 民生受到了很大影响 这个中央把他调到 要要给他提升官 当省长之类的 当官的包括中央包括安徽省里的这些老干部 一直反对 要把他调到外省去认识都不让他走 为什么不让他走 你大撤围大建时 你 你签下的债谁来还 啊 最后最后 没有没有盛光 最后 好像是到了湖南当一个省委副书记 也是副省级 平调 来的时候 气势汹汹啊 这个 年轻吗 又有后台吗 以为不得了了 这个共产党的这个干部 为了升官 除掉行贿 就是搞所谓的政 政绩 习近平这种心态也 我们情况也很强烈 他真的是想对他动手 这个疯子呢要是理智一点话呢他会三年以后 他是不理智呢他要是还是一个搞搞不清楚他厉害呢 他说不定他挣三个月就动手 那从现在开始 真的烦了这个这个家伙 透露一点小消息啊跟大家聊聊 很多人在我的视频里面留言也跟我私聊 我这里有一些消息不见得是很很 不见得有什么就是 拿到什么文件之类的 他们透露东西加上我掌握的讯息 得以分析 目前只是这么个 形式 那么我得出来这个 这个战役课题是 确实存在 在研究 谢谢大家